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盘比较真的是差太多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非经济性因素 我认为它不是金融风暴 还是属于非经济性的一个利空 那非经济性利空出来 同时下来要怎么操作 当然是找买点 其实已经失控见惯了 不管以前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只要跟经济一体没有关系的 台股短线稍微超跌一下 你都不用过度的担心 因为台股今年度的筹码面 真的很漂亮 你自己看一下 整个台股融资余额 到昨天为止 只剩1290亿 今年度的一个新低水位 今年度的一个新低水位 所以筹码真的是太稳了 既然筹码那么稳 所以我对台股的一个长线架构 依然是高姿态整理格局 那高姿态整理格局 它怎么下来整理的 它最终还是会走高 所以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台股只要下来 你下去买股票 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因为它都会在走高 这是你看到 台股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架构 所以我希望 今天台股又跌了71点了 你的感觉 会有恐慌性的心理 是正常的 因为每次台股要上涨以前 都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现况 你去回顾一下 当时候跌到8885 这五天跌到300多点 当下回顾一下 你是不是很恐慌 8833你81 这个位置 跌到9074 五天下来 当下的感觉 你的一个心态 是不是跟今天台股的一个下沙的感觉 也是一模一样的 行情总是在市场上没有人看好 同时它会展开 所以呢 今天有些第四季 法人圈会做这样的机油股 我还是睁大眼睛 逢低布局啊 因为我们操作的股票 该卖的高点都已经卖了 那不是这样 你看看这档普风 10月20号 46.7卖 大概赚了20% 这讯息的一个时间交易都给你对过了 所以1215的普风 你去回顾一下嘛 整个操作面 当时候10月20号卖的 这天卖掉的嘛 卖掉之后还有冲高来到49.8 所以这边你都不卖 今天普风剩几块钱 剩42块半啊 差了十几% 会不会卖股票 真的差很多啦 所以我们只把中间最好赚的这段赚到就好了 有些多涨的留些给人家赚啦 做股票 不用太贪心啦 中间那一段 纬度那一段 最甜美啊 所以整个一个信华也是一样 10月21号 475卖出 10月21号的信华 475卖啊 当天 你看到我们的卖点 是不是很干净利落 那接下来信华 有没有高点让你卖还是有啊 对你自己感觉一下嘛 我介绍股票基本面很强 所以我卖掉之后 你看是不是又冲高了 还是有475让你卖啊 但是如果你都不为所动 整个信华呢 股价最低昨天跌到400亿啊 是不是又差了一大段 嗯 这是10月21号信华 475的卖点啊 光是这五个交率55块钱啊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很清楚啊 立志也是一样 10月21号27.3卖啊 有没有卖最高 没有啊 行情 跟我的预测不太一样 该卖27.3的位置还是要卖 两趟赚了快三成啊 10月21号立志 一样拔档 10月21号立志 就这一天嘛 你看我卖完之后 是不是又冲高 那冲高这个你位置你又不卖 今天剩25.4啊 是不是又更低了 所以会不会卖股票 其实对很多同盟来讲 是一个自胜或是 自败的一个原因 因为买股票大家都很敢买 因为买下去大家都期待会涨停板嘛 但是不是 期待值 是一个未来的想象空间 但是如果这个期待值呢 落空了 或是真的达到的 你会不会做卖出动作吗 期待值会落空当然是操作 跟你预期不一样 你要停损啊 那期待值达到了代表呢 真的赚到钱了 你要会停利啊 那你有没有做出这样的停损 停利的动作吗 更何况一档股票如果有赚钱 你没有卖变成赔钱 真的是会对心肝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边给你动作很扎实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我会不会把会员的讯息拿出来跟你对时对价 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跟原则 我希望我这样的坚持跟原则 对现在的第四季行情 是可以帮助到你的 这档网加10月3号386 停利卖出吗 因为来到钱波高没办法过 所以10月3号386有卖 386这一天卖完之后 10月3号 卖完之后还冲高到394 如果这边你又不卖 今天剩321 386到321 差了65块钱左右 现在的头面 我是高档会调节的分析师 对386又要卖 这边我做了一个短线的价差 赚没几块我就不再赘述了 对你当时候看我的节目应该很幸福啊 我有卖啊 对394不卖 这边弹高来到375又不卖 今天剩321 是不是 所以整一个操作的一个整个流程 我希望每一档个股都是这样啊 一买一卖决定你输赢嘛 买卖之间的一个抉择 对很多同学来讲 那个卖点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我希望我们这边给你一个讯息 是可以帮助到你 一档股票的挺立 而避开它下跌段的风险 这档之前也是一样啊 10月19号240有利多先卖一趟嘛 这个提醒很重要啊 很多人看到当天报纸 自行的阿伦德一张来信要欧盟要证到手嘛 好兴奋喔 其实这不是新消息啊 这我以前在分析自行就跟你讲过啊 欧洲要证进入倒数啊 所以接下来拿到手 这是一个预期的一个消息面嘛 所以当天的一个利多 对股价短线的一个刺激 你要懂得跟我站在卖方啊 200是你不卖 到昨天一个知情达到202 我说他基本面没有改变 阿伦德这款一张来信要 在欧洲美洲要 欧洲美洲亚洲 都已经拿到药证了嘛 可以说是全球通行无阻啊 一款新药可以让知情起始回升 这是他今年度的稳定获利来源嘛 也是接下来每一年度 他可以拿到可观的一个 EPS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 明星级的药物嘛 所以当昨天打到202嘛 我说已经接近除完全 这一根红黑棒的低点199啊 199当时我说会让你吃到饱 会让你赚到饱嘛 没有错吧 所以整一个知情的 今天股价最低多少 198跌破199对不对 那到底他是真跌破还是假跌破 那关系到接下来知情的看法跟操作 我预计他三天之内会表态 知情三天内之间 他就会告诉你 到底是真跌破还是假跌破 所以一档股票 如果他的基本面 成长的一个态势没有改变 那接下来只剩技术层面的一个操作 技术层面的一个分析 在今年度的一个技术班 我们会帮你交道会 那这次的一个技术班 我说过很多东西 我电视上没有讲过的 是我个人一个操盘心法 我在当天技术班的课程 我也传授给你 那个看盘技巧是无价之宝 那是将近20年一个操盘经验 累积出来的一个成果 而且这个成果 都是赢的几率比较多 我才会传授给你啊 我如果传授那些输的 一个心法给你干什么 那不是害了你吗 所以你来看一下这一档利丰 去年度的12月9号 357最后一次卖出的位置 很漂亮 当时候我说利丰转落了 所以357要卖啊 当天他没有开高啊 当天开低啊 开低不对还是要卖啊 357的卖点 那当时候 一根长一打下来 形态当然有走落之现象 那除了 当天的形态走落之外 其实我 当下在看盘 我用了一条均线 只是这条均线 我电视上不会讲啊 但是很好用啊 这当然跟所谓均线理论有关系啊 所谓的葛兰毕八大法则当中 你看一下导播稍微近一点 去年度的12月9号 就这一根长黑嘛 这一根长黑哦 他灌破了这一条均线 灌破就是卖 你不卖 反弹上来还是要卖 因为接下来一个均线 往下压 把股价一路的带下去 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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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祝没有往上翻崖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当他357股卖掉之后 股价引路的修正 为什么一直没办法往上翻牙 接下来就跟 所谓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层次 比较没有关系 跟所谓的一个基本面架构 比较有绝大关系 你们看 我为什么说 当我发现到立峰 今年度的三四月份 我就跟你讲过 他的业绩已经开始衰退 已经开始衰退两位数字 这是我 今年度当立峰回挡下 我们告诉你不要去抢任何的反弹 还记得吧 我说不要去抢反弹 任何反弹都是卖点 懂吗 因为他的一个趋势 因为基本面的一个架构 让他已经扭转 会往下做修正了 104年度 你跟我操作立峰的 忠实的老同学应该很清楚 你应该都会赚钱 因为当时候基本面往上成长 股价往上堆跌出来的一个 是一个利润的掌控 但现在不一样 从我357卖掉之后 股价随着基本面 沿路的修正 那这一条均线所带给他的股价 又是一道反压 所以你看到立峰 我357卖掉之后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要去接回 或是抢反弹 亲爱的支持我的观众 当记录老师做见证 从去年度的12月9号到昨天 甚至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任何一天告诉你 立峰要去做接回的动作 今天剩128 357到128 差了200多块钱 所以你可以让我看一档股票 是看趋势 是看波段的 不是短线冲来冲去 你跟我合作的好处 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存在 大风险完全的避开 你的资产才有办法持盈保态 而不是探小条 撩大条 好不好 所以在今年度一个技术班领域当中 我这些个人的看盘的一个技巧 个人的一个独门绝招 技术班一定会教你 我会传授给你 我已经跟你保证过 有些东西 一定是我定义上从来没讲过的 也可能是其他分析师 也不会跟你讲的 那么细的技术分析的 高阶层的领域 所以赶快预约报名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再给你带到一档股票 例请 今年度的2月22号 我赚这一段 当天最高206 我卖在204 对 204就这个位置 那卖完之后 股价回档修正 这一大段我都没有接过 等到它支撑电高 形态转强了 基本面又好转了 7月份才接回 当时候最低143 143接回之后 什么时候卖 8月11号 175停力卖出 对这讯息都给你对时对价过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整个一个力情一个掌控的程度 204赚这一段卖 打下来这边接回 上去175卖 两次的卖点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看到它 是不是有大幅度修正 这个我们都有避开 175的卖点呢 到今天为止剩103 70几块钱不见了 完全的避开 大幅度的风险 所以我看一档股票 看的当然是基本面所带给它 未来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的事实吗 成长的我才有机会去做逢低承接卡位的动作 如果是衰退的 该卖就卖了 才有意思吗 做股票看趋势看破断 所以今天宏达电再度的破线 卖 因为它基本面真的很烂 上次这个破线的位置我告诉你要卖 还记得吗 是不是打下来 今天宏达电再度破线 你还是卖吧 我能提供给你建议就是说 尽量能够趋吉避凶 台股的一个结构 目前筹码面还是很稳 很多人还是被台股的成交量 没办法放大而不敢进场 所以这个盘整理完之后 它就会再走高 希望今年度的年底 第四季的作战行情 你跟我共同来把握 续续下再回到金明区现场 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 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势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银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头部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价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受用无穷 最佳不达入区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巴菲特 运达头部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到节目的现场 台股今天跌了71点 冰川的涨幅超过半根停板 它是不是一档强势性的机油股 我们布局的核心 基本面要够强 才会走得比较长长久久 整个冰川9月8号 告诉你最新8月运收 今年度新高 年成长率47% 千万同秒 做股票当然是看未来 我们在分析基本面 我们不能把未来 比如说我已经知道的事实 讲给你听 因为主管机关对我们有限制 我只能告诉你 虽然我们有时候讲的是一个 类似基本面过去的一个分析 但是未来一个架构 其实我掌握很清楚 股票要反映未来一个价值 所以你放心的来跟我配合 不是机油股 我不会带你买 未来没有成长性 我不会带你低阶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这档股票 未来基本面就是成长的 说我买就是这样 应该听到吧 所以9月8号的冰川 8月以后新高年成长高到47% 我说接下来有可能走出一个主升段的延伸波 就三至五的一个阶段 如果不是主升段 至少还有一个末升段 波浪理论的应用 在今年度的技术班 一样会传授给你 因为波浪之中还有波浪 这是比较高升的 所以整个冰川9月8号 还没有过前不高 当天买完之后亮灯 预计明天会过高 讲完之后9月9号 2.7真的过高 一档股票过高表态之后的回档 9月4号黑鸡棒 大胆再买22块钱附近 所以我们布局的一个位置 大概在22块钱 之前这一段我都没赚 很多人一档股票 那涨了一段没赚到 那接下来都不敢买 因为你没有看到未来基本面 我说得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敢买 我没有看到未来 他接下来公布的9月 你说有没有继续走高 年成长是不是高达23%的 一个成长优势 所以在上个礼拜三 冰川即将发动的同时 22块半附近再买 上礼拜三 这个位置 高支带整理 整理一个多月再洗筹码 筹码洗得差不多了 那礼拜三我感觉快要发动了 买 一样买在22块钱附近 没有错吧 2.4附近买 买了之后 礼拜五一开盘就亮灯 对 这样不是非常的快乐吗 这样有没有幸福的感觉 一档股票没有亮灯 涨停板以前先带你卡位嘛 这是一位分析师的一个价值啊 亲爱的朋友 我们讲的是不是这样 一位分析师的价值 就在一档股票 还没有冲出去之前 先带你卡位嘛 是不是 上礼拜三 你没有跟我买在22.4附近的 礼拜五你怎么买 一开盘就亮灯 对不对 礼拜五不敢买 礼拜一又看到第二根涨停板 是超过20% 上礼拜三的动作 接下来 两根涨停板 礼拜一出现12000多张新天亮嘛 我说过一亮先价型概念 还有高点 接下来有没有高点 礼拜二出现27.6的新高价 那你也看到外资跟着我后面买三天 这三天才买嘛 那我在外资还没有布局之前 先带会员卡位嘛 那你是我会员胜算多大 也用办法赚超过三成 行情难做吗 两天跌了200点台股 买进强势机油股 我给你做账标的 就是如此的飙悍 昨天的冰川最高28.4 我27.8先卖一趟 昨天我要卖 我有挣扎一下 我昨天已经跟你交代过了嘛 因为台股昨天是大跌100多点嘛 那昨天冰川是上涨耶 他的表现是比大盘强势 只是说因为他创高之后压回击杀很快 那短线上我发现他货力性的卖要比较重 所以我在昨天10点12分嘛 冰川 毕竟我们已经赚了三成嘛 27.8以上就卖出嘛 所以当时教育在27.9一定卖得掉 27.8这个位置 对 这边还冲高到28 对不对 一定卖得掉嘛 那卖完之后 尾盘还不错喔 杀下来喔 那杀下来过程当中 其实他的跌幅跟大盘比较 大盘跌133点啦 其实他算抗底啊 所以我昨天的考虑是对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整一个冰川的一个架构 昨天27.8先卖嘛 一个礼拜涨无超过三成啊 那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随时会接回啊 为什么 出现两万多张的新天亮 下一句呢 一亮先价型 干点还有高点 是不是 讲得很笃定吧 是不是 所以今天冰川大涨5.7% 会不会过昨天的高点28.4 相信这个期待值是正面的 是肯定的 所以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 当然在他股票还没有冲出去之前 你先发现他基本面 未来是一直成长的 你就敢在礼拜三的22.4 跟我买冰川吗 这样三十几% 台股有涨三十几%吗 台股就是一个高姿态整理盘式嘛 我已经给你定义它是整理盘的 所以上次来到9000市 我一再提示你它不会扶摇直上 攻万点啦 这台股现阶段的一个量人 所呈现的一个走势嘛 那它会崩跌吗 嗯 这种量人会崩跌吗 不要想太多 跟着赢家的脚步一起来 作涨第四季 业绩成长性的机油股 所以你看一下昨天这档股票 跌停板啊 它出现什么现象 新天亮耶 新天亮会不会走高 既然未来有机会走高的情况之下 这档股票9000收利益新高 年车上的高达42% 你觉得今天它会继续的中挫吗 跌幅已经缩小了 昨天这个位置跌停板 我告诉你下来准备找买点吗 今天跌幅是不是缩小了 那既然未来有机会走高的情况之下 有低点 你当然要跟我找买点 买点浮现 我第一个时间通知你上车 就像双红这档股票 10月9号基本面OK 第一档三天转折向上 买在94.6 那我说它经过贾利空的洗礼 之前Note7的一个爆炸案 很多人说对双红的未来会影响很深 结果呢 Note7的一个整体的营收 占不到双红整年度营收的3% 贾利空啊 基本面不受影响啊 所以我在10月25号告诉你 准备迎接他的大行情 他会上的 25号讲完 隔天26号马上大涨创破断高 精彩的来了 当他创高之后回档 我上礼拜我已经跟你分析过 接下来双红会整理 整理完之后才会再走高 所以我对一档股票的分析看法很客观 准不准你自己去评断 他接下来是不是开始整理 是不是开始整理 整理了五天啊 今天收缴止跌嘛 他当然有机会走高啊 因为基本面没有受到 Note7爆炸的影响 目前持续扬升 所以对未来 第四季的年底大作战行情 我们所布局的强势机油股 邀请同学们一起来掌握 如果你对清朗老师的操盘心法 个人独门绝招 所要传授给你的技术班 你有兴趣的 欢迎你跟我们助理 做个预约跟报名的动作 明天见 投资风险